是承诺要去十三林当中的定灵 最后去了一个人工的景点 叫做明皇宫去看蜡像 上了车之后 游客觉得自己不是要被服务的上帝 而是被劫持的认知 据记者了解 巴达岭长城是目前所有长城中 名气最大最为著名的旅游景点 它位于北京延庆县巴达岭镇 而居庸关位于北京昌亭区 两者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区域 所以在这区是巴达岭吗 巴达岭有巴达关 除了咱父母上海的生母 可能都到一个地方 巴达岭所谓地面 占地面有好几十平方公里 你知道吗 叫巴达岭 便于北京是三个区域 你知道吗 我知道巴达岭长城给三个区域 巴达岭不是一个区域 今天打野这个小区域和金山区 都叫巴达岭长城 地区六通止分四通巴达 这叫巴达岭 不说咱这叫巴达岭 那就不叫巴达岭 导游不仅更改了参观线路 旅游公司之前的承诺 在长城游玩三个半小时也缩水了 我们现在是八点三十六分 我们在十点钟的时候 总是回到二号庆祥找咱们 十点钟准时发生 三点不看人 旅游公司游客爆满 从排队进入景点 游客回来找车耗费的时间 至少在半个小时以上 这就意味着 游客在长城游玩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 一对广州夫妇 因为坚持要去巴达岭长城 和导游发生了争执 结果导游叫来一伙身份不明的人 以暴力相威胁 根据协议 旅行团下一站应该是十三陵定陵和十三陵水库 但导游却把游客带到了一处叫明皇宫的景点 记者看到 来这里的游客都是旅行社带来的 这个所谓的明皇宫景点主要是26个蜡像场馆 是一个人造景点 很多游客看完这些景点 只用了十几分钟 这个一日游的团队呢 记者跟随着 发现一整天只去了两个景点 加起来旅游的时间还不到两个小时 那么